现年30岁的香港著名女歌手 有着乐坛小天后之称的邓紫棋G.E.E.M.最近一段时间可谓诸事不顺 据港媒爆料 她最近不仅要忙于处理与前经济公司的合同纠纷 同时她与交往5年的富二代男友Mark感情也亮起了红灯 并在几月前双方已经低调分手了 早前Mark为了邓紫棋事业的发展 主动放弃了在香港的事业 全身心陪同邓紫棋定居内地发展 但是据媒体此次爆料 早在上个月Mark就已经悄悄独自一人回到了香港 因此两人分手的传闻也不进而走 除此之外 有不少细心的媒体和网友也发现了两人感情间的端倪 首先是 最近一段时间两人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几乎为零 上一次互动还要追溯到今年的8月份 当时邓紫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同Mark的合照 双方看上去还是十分的甜蜜 然而仅仅过了四个多月 原本甜蜜的两人却被爆出了分手 前几年男友Mark生日 邓紫棋都会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合照 高调秀恩爱 唯独今年没有任何的动静 反而在男友生日前几天 发布了一条另外界响入飞飞的贴文 当时邓紫棋留言表示 记住别人对你的好 忘掉自己对别人的好 另外 也有网友表示在邓紫棋创作的新歌中 似乎也有歌词在暗讽男友Mark是个双面人 毕竟早前他就专门写了一首句号来暗讽他的前经纪人 他也确实有这样的才华来对人 而此次的新歌 邓紫棋又在歌词中写道 被你蒙住了眼睛 我该如何去分析 对你难分对错 是我太愚昧 这样的歌词似乎就是在暗示男友Mark是双面人 令他痛不欲生 随着分手传闻再度曝光后 记者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了Mark本人 Mark对于分手一事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 仅仅只是回复 No comment 不做任何评论 而另外一位当事人 邓紫棋至今仍未有回复 当年邓紫棋突然被媒体爆料撬了好闺蜜王浩儿J.W.的墙角 私自搭上了对方当时的男友Mark 原本感情要好的两姐妹也因为Mark而反目成仇 从此之后双方几乎没有了任何联系 关系十分紧张 虽说当时传出邓紫棋撬闺蜜男友的新闻时 Mark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承认两人的恋情 但是在第二年 两人就被媒体拍到在日本手牵手逛街 恋情也正式曝光 两人公开恋情以来 其实并没有获得外界太多的祝福 因为在粉丝看来 Mark并不可靠 甚至还经常爆出粉丝劝分这样的新闻 但感情始终是两个人的事情 可能在粉丝看来Mark不可靠 但是邓紫棋本人却很喜欢 这几年两人也可谓寸步不离 感情你浓我浓 甚至在去年 邓紫棋还亲自把Mark带回了家里 介绍给家人认识 当时从照片也可以看到 Mark很快融入了邓家 一家人其乐融融 非常幸福 在小编看来 邓紫棋到底有没有和Mark分手 目前都只是外界的看法 真相也只有二位当事人最为清楚 但不管怎么说 这几年邓紫棋的音乐事业 确实发展得相当不错 也祝福他在感情生活中 能够一切顺利